世界百动 澳洲视角 欢迎收看AMBC澳洲留学网路电台 您的第一首VISA新闻平台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Kal 今天的video我想要跟大家探讨一下 很多人问想要来澳洲留学 那看到记职的这些课程呢 想法蛮多的 所以今天特别做这一集 来评论评论到底选择木工好 还是选择厨艺厨师好呢 那我们会来跟大家做点细节的分析 那今天因为也是周末时间 我会做点小广告 就是说如果我们的这些平台 所有的这些录制内容等等 都是免费提供给大家 那之后还会有更多更多的一些消息 和新闻呢 也是提供大家 也希望在这边 能够能收到很多人 这个小额的赞助啦 这小额的赞助呢 都能帮助到我们非常非常多 也感谢在这段时间 以及非常多的观众朋友们 也给我们这些小额赞助 那怎么做这小额赞助呢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在这个YouTube的平台 他们都有帮我们拉出来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个地方有个加入的一个Button OK 你按下来加入 你基本上就可以做个每个月的小额赞助 这些每个月都在1块5块澳币啦 没有太多 但是我们希望这小小的赞助呢 都能协助到我们背后的这些编辑的团队 那当然啦 还有一些朋友们希望做这个单笔的 所以单笔的小额赞助也可以直接到我们的这个平台 你只要打入到 我这边给大家一个官网 OK amcnews.com 然后斜杠斗内 就可以做一个一次性的这个小额赞助 那那个斜杠Member 那就直接会跳到YouTube那个部分 然后那这边也感谢大家 一路以来一直给我们的支持 好 那我这边也是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也有一个在脸书的这个社团 叫澳洲视角也欢迎大家来加入 那基本上这是一个private的这个group里面 那我们也发现很多人跑进来打广告 那没关系啦 打广告我就把它禁止掉 那我希望这里面呢 基本上都是我每天收到的信息和新闻 我都会把它跟大家做个分享 所以欢迎大家进来 那里面有很多的消息新闻呢 相信也可以写出非常多的观众朋友 不只是在未来要移民澳洲等等 也许投资等等的理财方面的东西 所以我相信也可以帮助得到 好 那我们因为今天是周末时间 我也先跟大家update一些 有跟澳洲相关的新闻和消息啦 那当然呢 这阵子 这个美中的这个贸易战 还有这个超限战啊 打的是越来越火热了 那我相信全球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倖免 一定都会被拖下去 就是世界两个最大的经济体 这个超限战打起来了 一定会跳进去非常多的 引起到非常多的世界上的一些纷扰和影响啦 那当然还有美国的这个选举也马上要到了 那最近呢很特别 突然间美国这个股市 突然间一个大跌 这一跌呢 拉着全球的股市股盘也一起都往下掉 那我看这个分析的部分呢 但我不是这个金融或者是这个专业的这个经济学的人啦 那我看到是什么事情 就是从这个苹果和Tesla 他们先把一股分四股以后 那很多人拿到 原本我只有买一张股票变成四张股票 我买了十张股票变成四十张股票 你会做什么事情 当然变现套现啊把它卖掉嘛 OK 从那一天开始就股市就一直往下掉 下修 可能很多人要套现 然后还有再加上就是这个欧美国家 澳洲也是一样 它的这个原本这个疫情前面 这大半年他们都有发放一些纾困金嘛 这个好像已经停止了 现在好像要再批准一批新的 所以在停止当中大家也panic 哇 我没有纾困金 那现在这个经济什么等等都还没有好啊 你看有几个人敢 现在可以赶搭飞机的 那疫苗也还没有好啊 所以这两个事情一起重创的造成这个 这个股市的这个大崩跌 那不止股市啊 如果注意看的话 像这个加密货币 基本上也跌 但是没有跌到那么凶 黄金跌蛮凶的 可能很多人当时买了黄金呢 觉得高点干脆套现好了 不然我怎么过生活呢 黄金跌的蛮凶的 从原本2000美金现在跌到1800多了 那当然我们也看一下 这个澳币 澳币也大跌哦 OK 注意看 澳币从原本我们前阵子都是0.7几 现在到0.7 会不会再往下掉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那澳洲的股票呢 最近是有点缓缓上升啊 怎么说呢 因为我看经济不是太那个了 那还有这个四大银行 第一罚的该罚呢 一罚都是天价 然后现在澳洲政府说要给他们放宽 让他们能够去放贷了 所以如果注意看的话 新周五的澳洲股票的这个银行股 全部都大涨 全部都大涨 但这个是 我觉得有点离谱啦 一下子涨个5-6% 有点跳太高了 那后面会再怎么样发展 这怎么转折回来 我们不晓得 那当然这些都是一些大的浮动 那当然其他的股票 亚洲股票股市基本上都跟着美国 一路被拉下来啦 那当然这也是好机会啦 如果你要换点澳币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机会 他拉回了 我看看 这个是上个月8月嘛 拉回到大概7月的中间的部分了 所以一次拉回两个月前的价格 所以我觉得澳币还不错 所以现在如果换澳币 我觉得也是非常好 当然他还会不会再往下掉 不晓得 我觉得应该不太会 因为这 这一两个 这一个月来的股市高峰的下修呢 基本上已经修到一个程度了 那昨天也看到美股已经 连续两天已经开始涨回了 那其他部分应该也会拉回来 不过这个我们还是注意看一下 注意看一下 上一次的爆大量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这是什么时候 9月4号 那一天为什么爆大量 他还收个一个十字K 那当然啦 这个后面又再往下掉下来 所以再继续注意了 因为现在大家都在新闻都在炒说 会不会有第二波第三波的疫情又要来啊 那这个 不晓得 我觉得很多东西是新闻炒作啦 那当然欧洲部分好像英国也不是太好 英国好像这个礼拜的那个确诊 数量标高啊 好像法国也是一样 所以这也是蛮concerning的 蛮concerning的 好那我们这里面还有什么消息 还有什么新闻呢 我这边来带大家看一下 这有个新闻哈 好 嗯 他 这个要付费才能 我不晓得为什么 那当然anyway 我把它抬头念给大家听 他说 We will wear costs of standing up to China 好那这个是在驻美国的澳洲大使 他 这个新闻不太大 但我有 我有看到这个东西 但是我放出去 我发现 外面的消息和新闻 不是讲的太多 那什么意思呢 这什么什么 什么关系呢 那当然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 澳洲本身他现在最大的这个 贸易输出国 当然就是中国 那从 这个澳洲驻美 驻美国驻华大使 发出这个信息 虽然没有太多人去讨论他 但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信号 那当然我们没有想要探讨 或是站在任何的一个政治方 但是呢 这些东西一定会影响到你我之间的所有的未来的生活 那换句话说 他这个解释的意思就是说 澳洲虽然他的最大贸易输出国是中国 但是澳洲已经做好了切断跟这个贸易输出国的利益关系的所有一切的经济的负担 那当然这个是超限战的一个小插曲 但相对的 你会看到澳洲未来的经济会有非常非常大的重创 那当然这个在我年初的时候预测 基本上都已经有大概看出来这一点 所以我说过 短期澳洲绝对不会好 中长期他会回复回来 那所以短期的部分 我看未来的这个2到5年之间 会有很多的修正 会有很多非常多的修正 那澳洲我相信他的做法 如果遇到很大的金融风暴的话 或是修正的话 通常在移民的这个部分一定会打开门户 所以有另外一个新闻我后来跑太快 我没找到 他那个新闻我也在那边跟大家分享 就是有人提出是否让澳洲的移民门槛 再重新拉宽拉回到原本的19万 甚至20万人一年 来冲刺来辅助这个经济的下修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可能的 所以我们注意看 但是我觉得应该不会在2020和2021年 如果要做应该是2021到2022年 因为这一年当中2020到2021一定是在 处理疫情等等的问题 还有就是澳洲开始也在他的公共建设上面 要开始大撒币 然后透过重大的国家的建设 来拉抬整个经济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新闻 基本上就是说澳洲在原本跟对华的 对中国的这个贸易的部分 如果完全砍掉的损失 他们要想办法去补偿 然后同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跳回刚刚的澳币的部分 是不是也是因为这样 所以澳币开始往下修 澳洲政府会不会去干预把澳币往下拉 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有可能 那当然了这个就可能回到澳洲的房地产 房地产应该他们会拼 看很多数据应该拼死把它维稳住了 那他们唯一会做调整的可能就是澳币 所以澳币如果掉下来就真的 那房价可能就真的是腰斩 所以这也是一个机会 也是一个机会 当然了这个我没有办法预测到底会什么时候发生 但是我们就注意注意看这个新闻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澳币已经往下掉 所以这个是一个信号 好 除了这以外呢我们再看 OK 这个新闻就是澳 这个礼拜基本上全世界每个国家都在联合国 因为75周年 然后发表15分钟 每个国家的元首在联合国那边 他们是远端的 不是本人过去 在发表一个消息 还有他的这个 speech 那澳洲总理Scott Morrison呢 他并没有谈太多 但是他其实 他并没有谈太多有关这个 超限战的部分 或者是澳洲干嘛干嘛 但是他最主要就是 Urge sharing of COVID-19 vaccine in his United Nations speech 那他的讲法是说 因为今年的这一个大疫情的灾害 不管哪一个国家找到疫苗 应该要无限的分享给全球全人类 因为这是全人类的福祉 跟人权 然后还有世界安全有关 不要因为短期 或者是想要得力 或是称霸等等的 去做任何的思想 所以他这个部分 当然很多人去twist 他的这个解说 他的这个 他到底他在讲什么东西 但我觉得很简单 这本来就这样子嘛 你全球大疫情 你如果找到了这个疫苗 你当然是要分享给大家 所以这个是基本上 那当然有些人把它politicize 把它政治化了 那他可能 他可能本身也有政治化的异想 但我不想去猜测这个东西 我只就是把那个消息人的新闻面 分享给大家 OK好 那我们讲到正题来了 那当然了 很多人在这段时间 想移民 不管是你是香港护照 走向特殊签证 或是台湾或哪里 不管 很多人去澳洲呢 基本上要选择几个方式 那留学是很大宗的 那留学呢 当然你可以读到很高端 读到博士 然后走GTI 那这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 那当然很多人就走这个Bachelor Master 那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技职部分 技职部分有几个东西在选择 那最近很多人在询问 所以呢 我今天做一个comparison 就是这个到底选择木工好呢 还是选择厨艺厨师好呢 那当然这两个东西都是技职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 如果在就业方面的话 当然就业方面的话 厨艺是比较广 因为到处都要吃啊 那你不需要到处都有 都要木工嘛 那当然两个的部分的差异 当然 有可能这个厨艺厨师部分的 这个竞争会比较大 因为它本身需求量比较大 所以那个pool也比较大 所以你要 你要现在大家都要拼啊 比如说在台湾很多厨师要拼到米其林 那你没有听过米其林木工吧 没有这种东西嘛 OK 因为木工基本上你 你只要把你的carpentry做好 就OK啦 你不需要去拼什么得奖 那得奖那都是已经是 industrial或者是interior 或者是product design的那种部分 所以木工一般不会做到这个部分 那木工当然你还可以再升级到这个furniture making 但是这个部分你要到相对要跟厨艺比到变米其林的话 那要读另外一个课程 所以这两个不 这个不太不太一样啦 不太一样 那这个当然它的 你说薪资来比较的话呢 相对如果在澳洲来比的话 应该是木 我个人感觉应该是木工比较赚钱 因为木工它本身用的工 还有它是创造比较大的价值啊 比如说你帮一个房子把他的柜子 橱柜全部做好 你是创造价值 那不是说厨师不是在创造价值 但是厨师你很频繁在做啊 你一直煎牛排 一直煎牛排 那吃完蛋就没了 但是你可以一直煎 你做一个房子的橱柜 你说一个房子需要几个橱柜 你一定是要一直在盖房子 一直在翻修 你才有这个需求嘛 所以有两个不同啦 那当然哪一个会比较好 那当然我们先来看一下 前阵子我们跟大家介绍的这个就是 EIP的这个课程 所以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 EIP的这个carpentry的课程 大概了解一下 我觉得学费部分没有差太多啦 当然我们另外一个比较的是这个蓝带 蓝带当然学费贵多了 比其他对比 你可以选择其他 我不是说蓝带一定是最那个啦 但是你可以选择其他TAFE等等的 来读也都可以 那当然如果是这个EIP的课程的话 它相对的费用等等东西会 他们是私利的嘛 应该会跟蓝带比起来差蛮多的啦 还蛮多practical works的 那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薪资的部分嘛 那工作的话呢 相对的话 我觉得两个这个职业呢 在工作上面选择呢 其实也没有 它的频率和你找工作的机会 我觉得也蛮多在澳洲啦 因为第一澳洲是一个旅游大国 旅游的话就一定要吃的 所以你如果有这个厨师症的话 你要找工作 我觉得不是太难 那当然第二 为什么拿这两个来比较呢 第二澳洲是一个西方世界 已开发国家 土地这么大 人口这么少 而且不断在增长 如果我们以去年的每年16万人 或者是未来每年18、19、20万不管 那是非常多的 而且这些移民来的人呢 不是那一种 像美国很多从中南美洲来的一些难民啊 或者是很多在大陆炒房地产 他们是很多的这个农民工 一区一区这样去的 那人口突然增长很快 澳洲不是 澳洲通常人口增长 不会数字那么大 但是每一个来的水平都很高 所以房子等等的需求啊 所以这carpentry 也是这需求也是非常大 所以这两个其实在澳洲比起来都比较大 只是说传统来讲大家都选择厨师会比较多 因为到处都看得到嘛 木工通常都是在后台在处理 因为你没有说 比如说现在很多的那个创意料理啊 创意料理 你去吃饭 然后厨师就在你面前做东西 比如说日本料理啊 或西餐的在你面前做东西 看得还不错 但是你 你不可能木工在那边弄的 脏细细的到处都是屑屑的地方 然后你还在那边享受他在那边做 做柜子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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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process 那当然我是有看过啦 因为我家有自己装修过 如果你是装修过会有 但是你也 你绝对不会去欣赏 不会去那样的感觉 所以他基本上木工是在后台在操作的东西啊 所以他薪资的部分 两边看起来的话 我个人感觉都是打平 然后机会的话 在澳洲就是打平 那现在讲到就是说 如果把这两个职业如果都学完 然后回到亚洲的话 哪一个发展会比较好 其实我觉得都各有长处 各有他的好处啦 只是说传统木工来说 在亚洲是consider 尤其是华人的背景 可是也不是比较低的 那厨师现在是有点比较 比较厉害的感觉 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些 不管是台湾香港 或大陆这些名厨啊 拿到什么米其林的 很尊敬 但是都会上节目什么的 你从来不会看过一个木工 能讲很尊敬还上节目的 所以这个差异是这样的 如果学木工的话 我建议可能就待在澳洲啦 那当然他们这两个呢 其实都是走这个 如果走技术移民的话 他们其实都在清单里面 所以我们第一个打进去Shift 那我把这个萤幕拉过来一点 他基本上是在中长期 也就是说中长期的清单 也就是说他基本上 什么样子的技术移民 担保雇主等等的 走担保都可以做 所以是非常好的一个职业 那当然carpentry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也是一样 carpentry也是在中长期 也就是一样 这两个在职业技术移民方面的话 他其实两个也都是一模一样的 他什么样的技术移民模式都可以 那只是说最重要一点 最重要一点是说 因为很多人在选择这些课程 技术类别 他都会有前面有个问题 就是说 因为我英文不好 所以我不敢去读什么bachelor 或是master 我根本没有办法enroll那些大学 那这问题来了 因为你技术移民的部分 你不管走carpentry 或者是这个chef的部分 你还是得考雅思 那最低6分 最低6分的话 6分你根本没加分 所以没加分呢 你基本上如果走carpentry的话 或者chef一样好 你就不可能走前面我们所看的 什么186 189 190 407 485 18你就可能只能走491 然后你就要真的去看 周担保的部分 有哪些周是开放给carpentry 那之前看是 之前大家都必须注意这一点 那当然最好可以走189了 那你说很多人问我或190 这直接拿pr 那很多人问我说 那我如果走厨师或是木工 我189 190 我需要雅思考多少分 我呢很直接跟你讲 你最少都还是要有7分啦 不然你没有加分 你没加分的话 你根本 根本就斗不到那65分 这是第一点 那你没有斗不到那65分 就非常非常困难啦 那我发现很多的走这两个职业的人呢 通常走189 190 我有做过一个189的初师 那当然他是雅思考到7分多 然后再加上海外工作经验 我觉得很多人会走这两个职业部分 最后会变什么呢 他会透过485累积工作经验完了以后 再走491啦 我觉得这是比较有可能的 因为你第一呢你直接鉴定你要一年 一年完了以后 你拿到TRA直接鉴定full assessment 完了以后 好那你可能后面才能再接491 491那就是周担保了 我觉得这是最有可能的方式的走法啦 不然的话 通常你后面分数不好累积不好累积 那当然我之前还有放一个这个 skill assessment 我写出一个 他好像是mechanics 反正也是trades啦 在技术层面上 透过这个AET的部分呢 帮他把这个485的时间再多拉长 比原本的18个月再多拉长一年12个月 所以这一些方式都可以拉长时间 让你可以累积更多的时间去第一考雅师 第二呢 把工作经验再累积更长起来 OK 那当然了我们在最后看一下就是说 他们的在职业的这个occupation ceiling里面 我们看一下chef 他本身chef降低了 所以原本都还蛮多四千四五千的 现在变成2256 因为这几年可能太多 那当然这课程也太多了 那所以我们来看carpent and joiner 变成6,810 那现在唯一的问题 他比chef多 基本上快三倍的配额出来 但现在唯一的问题是什么 你厨师课程很好开 为什么你只要有一个厨艺的设备就可以开 是可以开好几个 但是木工和carpent and joiner 你可以看到他们在学习的时候 那环境很大 而且你不能一下子好几个人 比如说你厨师刚才学 大家都在那边切菜 你一个大桌子 十几个人在那边一起切菜 没问题 但你要弄一个木条 或是要干嘛的话 你不可能十几个人在一个大桌子一起做 不可能 有些东西 当然我们之前介绍一些课程 他们甚至都要实际把一个房子 或者怎么样弄起来 那你 所以第一的 你木工的课程不多 第二 课程能招的学生也不多 OK 所以如果 这边我就要讲重点 如果你真的对木工有兴趣的话 然后你又看到 哇 木工配额这么多 那是不是机会比较多 那当然是比较多 至少比chef多三倍 那你要做什么事情 你要赶快报名 不然能不能那名额 很快就会被占满 很快就会被占满 那当然了 我们报名里面 会有很多的这个 技术层面在操作 不是说报名马上就要交钱 你可以先把名字等等东西 把你的ID先漏进去 比如说我们 每次找那个tafe 来问 都已经没位置了 tafe都没位置了 然后 因为他们又是政府开的 学校 所以他们也不会说 很很积极的再去拓那个教室啊什么 而且今年又因为疫情的关系 那基本上没有在动 那所以为什么 我们会很推荐这个eIP 至少他们是私立的学校 所以他expense 是有机会的 当然他也不可能无限的expense下去啦 所以之后 如果对这个木工课程有兴趣的 这个是我一样建议啦 所以两个比起来呢 其实都不错 但是如果要移民来看的话呢 我觉得木工的几率会比较 会大于除师 因为除师低呢 我们刚才最后一个webpage 就在移民局的网站里面 就看到他的配额数字 就是比人家少将近三倍啦 那这个就很简单的一个answer给大家了 好那这是我们这个周末的直播 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留言区做更多的讨论 那最后呢 希望大家能到我们的脸书粉专 帮我们按上大大的赞 还有我们的YouTube频道按下订阅 记得把旁边的小铃铛打开 这样我们也有新的消息 新的video 你都会第一收取的信息 谢谢观赏 拜拜